美国加州科学院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 举行的2020年Big Picture自然世界摄影大赛 终于落幕了 摄影师他们用高品质的照片 展现了生物的多样化 令我们不可以不去想 究竟如何去保护本物、保护环境的问题 以下是30张获奖的作品 你又最喜欢哪一张呢? 首帐 英国摄影师的雪中野兔 野兔在雪地中卷成一团 来抵御荷兰的天气 共存 受护者 人类或自然 最后告别 绿漆野生动物 狩猎 水中生物 绿蝎色 山水景致玉植物 鱼后蘑菇 水中生物 武者 人类或自然 厨房大象 水中生物 冰冻移动的家 山水景致玉植物 卡导 绿漆野生动物 绿蝎色 绿漆野生动物 红猫 游易生物 渴水 游易生物 蜂鸟 游易生物 蜂鸟 绿漆野生动物 藏在秋色中 水中生物 友好旅途 水中生物 水母 山水景致玉植物 八角寨风景区 游易生物 红猫 游易生物 红猫 人类或自然 松林 绿漆野生动物 岩上的生物 绿漆野生动物 河马裙 游易生物 蓝色空间 山水景致玉植物 阳光下的花 自然艺术 彩色湖牌 绿漆野生动物 红 自然艺术 富士山 今年的big picture 自然世界摄影大册 已经来到第七届 照片的品质都非常高 首张还可以获得5000美元的奖金 这些照片不单充满美感 还有高超的摄影技巧 每一张都很值得反复欣赏